少主 武当派取长须前入我赤尊风 刺杀灵归堂西长老 历当碎尸万段 只不过明日就是武林大会 怀龙山上正到齐聚 还是日后再处置这个奸贼吧 此事我自有打算 武林大会 武林盟主 不过是个虚名 与我赤尊风毫无疑 趁着各家精锐进出 咱们该拉的拉 该打的打 此行最重要的 是把通商大义的帮会 一并纳入教终 是 少主 公神一人参加武林大会 武林要销声谨慎 万万不可以一身翻仙呢 多谢犯不过关心 天笔记住 一刀春色 第一集 皇上 皇上 一款 今日这武林大会便由我梦自在 与各位英雄分说比武的规矩 参赛者自行上台 其他人轮流挑战 败者告退 胜者留下 直到无人出来挑战为止 如果能先看着别人 待他们都耗尽了真气质上去 岂不是轻易得受 各位都是英雄豪杰 想必也不会捡这等县城便宜 未免不公 只要有人能连胜十人 就无需再比直入下轮 最终胜者 结掌中原武林的盟主一职 想必各位英雄都等急了 在下也不再啰嗦 李师 这便开始吧 小雀 你看跟你一道在白鹿山学武师兄师姐 不少都上场 光彩得很呢 你不也得去给咱丐帮也露个脸 急什么 带我养足了精神 去想跟盟主当当 靠不够长脸呀 得了 你祸害丐帮也就是了 千万别折腾整个武林正道去 你肯上去露一手 咱们就知足 武当 屈长虚 武当太极剑 的确是登峰造极 屈大侠施展出来 更是绝无破绽 剑法也就罢了 长虚师弟三年前 潜入魔教 刺杀灵归堂堂主 善人而有谋 才是真正难得呀 赤尊风 谢天弼 领教阁下高招 你 你 今日是民门正派切磋鄙视 这个小活头 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 上头 这是西堂主教你的灵敖钩法 你杀他时 可曾想到今日还会用他的招数来救命 魔教妖人 好一招百川归海 不负西堂主三年调教 你敢去陆寺尊风 真当我不会杀人吗 还是觉得我在天下英雄面前 不敢杀人 暗杀西堂主 谢我明着杀你 客官 您随我来 这边这边 你看那虎灯牛鼻子 谢天弼 杀了他师弟 就那么跑了 他会不会 骑得三话剧顶武器朝元 骑手死了 你说话当心点 这几年江湖上打架 那是越来越容易了 去年有个体育剑派的 非说小五子趁他冷笑 不由分说 上来就抓一件 其实小五子哪是冷笑 前日里睡在风地里 脸抽筋 小缺 你也在这里 唷 唐门唐一也 哈哈哈哈 正是 见过这位大哥 哟 是唐大侠 今天 怎么有空过来看叫花子了 也不怕弄脏了这身形头 这什么话 我是你师兄 你的唐大哥 我是乞丐 你是有钱人家的公子 这怀龙山又不比白鹿山 菜与兄弟相称 岂不是叫别人笑话你 我说不过你 但我心里 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看 小缺 你今天怎么了 谁招惹你了 小二 添双筷子 再烧骨肠 客官 您稍等啊 这会儿店里头人多 小的 还真伺候不来了 哼 就知道欺负叫花子 唐兄弟 你和小缺先坐一会儿 我去拿碗筷 有劳了 今天西天比 可怕得很 唉 是啊 也不知道 那帮牛鼻子 会不会为难他 谢师兄的处境 危险得很呢 小缺 离开白鹿山后 咱们跟他可是正邪不两立 他手段凶残 杀了武当派的人 你怎么还能替他担心 那个武当的曲长靴 又是什么好东西 学了赤尊锋的武功 却暗地里下手杀人 谢天比的报仇 反倒是光明正大 这几年来 赤尊锋 声势大掌 塞北武林和索河水 盟六路 竟归其下 其中两路多主不服 谢天比便将他们 双腿咯咯吸烂 用铁锁捆了 近在船尾 引来江中鳄鱼撕咬 更使人引辱他们妻女 这些 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 也不相信 这是天比做了事 小雀 你从小就人性 当日在百路山上 就属你跟谢天比 最亲近 可如今 你毕竟是 丐帮少帮主 赤尊锋 总想控制中原各派 迟早会和丐帮有冲突 倒是你怎么做 丐帮少我养我 我自会跟各位兄弟 同身共死 只不过魔教杀人 朕道也没少杀 只要他们杀的不是百路山 不是丐帮 就跟我 没有多的关系 你去哪 出去走走 师父 一会儿苍鱼也想上去试试呢 去吧 乞桃啊 你风采远梯长听 焰回龙角 这两招使得不对啊 尽力太强 师的挥洒自如 直接剑尖回托 便会快点 是 师父 在下师礼 还请牧师妹见谅 多谢李师兄 手下留情 李师弟 我桑南飞来挥挥你 这位少侠士 是 严弹派的李苍鱼 木香药的峨眉剑法 法度严谨 招数惊奇 却败在他 无甚抽旗的剑术之下 他连胜数位高手 却始终未伤一人 这个李苍鱼 到底是什么人 这手功夫 燕荡派可教不出来 小区 这么晚还不睡 明天还得打架呢 睡不着 想跟你说说话 说吧 刚好 我心里也烦得很 你今天嘲笑武当派 姑息耻尊风 大事不该 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其实啊 我原本呢 不叫做苏小缺 叫 苏起儿 后来师父啊 看我打小缺负缺母缺心缺费缺得奖 这才改名叫做苏小缺 唐少侠 打人大量 千万别跟我这种什么都缺得人一般见识 有事说事 没事啊 别特意的分我 你 李苍鱼不对劲 你也发现了 他剑法不怎么样 偏偏木香药桑南飞都打不过他 很古怪 我问了桑南飞 他说李苍鱼的真气连绵年随 只成一张大网 让人发照力不从心 极是难受 难道是 沈默 你有没有觉得李苍鱼越来越像女人 以前只觉得他娘娘腔 今天我在厂下看他打架 他要是真开简 私人头发烧烈的脸皮 我都不觉得奇怪 听说初恋念八心惊 女子更美 男子却会慈胸难辨 可是那沈默钩虽美 却不像女人 他跟咱们动手时 能用掌劈断刀锋 李苍鱼却没有这等纲粒的修为 这功夫太邪门 我也不清楚 明天有我对着李苍鱼 只要一动手 应该就知道 他跟沈默钩的内功 究竟是不是一个路子 还等什么明天 我现在就去瞧瞧 他到底搞什么坏用 小缺 我跟你一起去 咱们得千万当心 不能惊动范长们 请订阅 早前听闻师父内力精纯 是纯阳之体童子之身 真不要脸 孤明钓鱼的蠢货 齐涛一看便是你的咒 瞒得过谁去 你 你 放过他 师父真聪明 知道苍宇要用财补之术来伺候齐师兄 想让我饶你儿子一命 我可不像师父偏心眼 你怎么死 他也怎么死 父子投命 岂不更好 他一真气运行奇妙 连我都无从下手 天壁不用担心苍宇会借机踩你内力 我嫌他脏 谢天壁刀法好 刀也好 就帮我割断这宴荡掌门的脖子吧 我被你们重伤 功力尽失 杀不了人 哦 白鹿山上你一向骄傲 这么客气跟我说话 还是第一次呢 苍宇 你话太多了 谢天壁和等人物 你这三言两语 就想羞辱他 干你的正事去 是 好的 下一个 是不是就该轮到我了 至少得等苍宇穿上衣服 一会儿 这位李少侠惨叫一声师父师兄 再怒斥一局魔教妖人 等客栈里其余人赶来 我刚巧准备从窗口逃出 李少侠一键将我刺刺 我就是不死 也白恐莫变 就算让你变白 他们也未必相信 到那时 李仓宇明镇江湖 再由沈公主这等靠山 武林盟主之位 不过探能取悟 我是真的越来越舍不得杀你 缩河水盟 换我一条命 赤尊锋与七星湖结盟 如何 想要缩河水盟 以后多的是机会 赤尊锋有称霸江湖的野心 七星湖却没有 我只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 你信不信 不信 不信 你化着 行 请 欧帐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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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水长流 冷定于你酬酬不守不消 无心怀疼岂是归宰 一刀春色 不信 大美人好久不见 最近好不好 苏小区 过得去 少帮主可好 又是你这臭小子捣乱 不过也好 既然你擅闯我师父的房间 不管是来干什么的 今天也要把你一起杀了 免生后患 此刻我只是要大喊一声 李苍宇勾结沈梦沟 杀了燕当掌门 只怕全客栈的人 都会出来看热闹 到时候天下之大 你的容身之处 也只顺其幸福 我师父和师兄 都是被谢天璧的长安刀 割断咽喉 你的话 谁会相信 刀商是没错 不过你的武功 更是奇怪得很 我说饭脸时 小不出来 白露山 也没有这等先门的功夫 再说了 我堂堂该帮烧帮主 说出来的话 总会有人信 就算是不信 自会有人对你起疑心 以后呀 你再想当什么大小掌门 是怕就难了 骗你 骗你怎么就不死 当年你擅闯白露山禁地 聂十三怎么就不杀你 你想害我 那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 我苏小圈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你想让大美人 把我和一眼杀了 来个死无对症 是不是啊 哎 一眼武功差 估计就死定了 我呢 武功虽也不怎么样 但是轻功还不错呀 想必大美人 也未必追得上我 苏少侠的轻功 得自素衣灵狐 在下 的确比不上 你 认识他 对 沈公主先别打岔 我还没说完呢 哎 我说到哪里了 你在威胁苍羽 如果我们动手杀人 你就逃走 让唐门来替唐一也报仇 是不是 唐门暗器毒药 冠绝天下 莫说宴荡惹不起 连七星虎也得忌惮三分 是不是 哎 你说的比我还要好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你想要什么 我苏小雀办事 刀切豆腐两面光 绝不会亏了你们 地上呢 死得岔子烟红的 我不跟你们抢 都跟你们 把谢天璧交给我就行 原来如此 当年在白鹿山 你就和谢天璧 勾勾搭搭搭 现在 居然还敢护着 这魔教妖人 苏小雀 我就起了 难不成 你还是个断袖 断你个头 你个小男虫 今天有个老的撑腰 老子暂且 放你一马 沈公主和李少侠 武功都厉害得很 你们答应我 不再追杀谢天璧 我也绝对不会告知众人 说 沈公主已经大驾 光临怀龙山 李少侠 捷衣向盈 苏少帮主 开的可是天价 这笔生意 做不来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呢 沈公主 你不妨还还价 我这个人啊 最好说话了 好 那你说 燕荡的两位大侠 是何人所杀 自然是谢天璧 这个魔头 喂 反正 你已经杀了曲长絮 债都不愁 师都不养 多杀几个也没什么 是吧 小缺说得是 既然如此 你带她走吧 不过 我只答应你 在这怀龙山 我不对她出手 大美人 良心真好 回头等我有空 亲自许行星湖 谢谢你 好 你 一定要来 师父 师兄 快走 禀着魔教妖人 你答应他们撒谎 我可没答应 李仓宇残害师门 我会告知武林正道 你弄什么勾 是白痴啊 神圣漏掉 你这么大破绽 你何时何地看到李仓宇 强害同门了 有哪个作证 验当掌门犯磊时 的确死于长安道下 显天必受了重伤 为什么还能逃走 说到最后 定然是李仓宇勾结新星湖 我和你 却也勾结了赤尊风 大家乌龟都玩吧 好自然臭臭 一样不能待见于武林正道 尚树 汤家的臂毒丹 吃了它 这里多冲突 谢天宾 张开嘴 吃鸭 什么 内腹筋脉 接受重创 喂 怎么回事 神魔狗给我付了钻筋取气丸 七星湖的钻筋取气丸 毒性霸道 若百日内不解毒 一身内力散尽 从此就是废人 赤尊风上有人能解 我得尽快赶回去 难怪那个老狐狸 这么轻易放过门 这华龙山进出指的一条路 他肯定在山下等着我们的 有人往后山来了 你回去 我留下陪天币 谢天币残杀武当取长虚 本就该死 你把他从神魔狗手里救出来 以示人之一击 难道还要陪着他死不成 他现在跟豆腐没有什么分别 连三岁小孩子都打不过 唐师兄 你苏蓝心肠好 咱们和天币同门七年 难道 就要隐之真的看着他被杀吗 别的事你任性也就算了 可是今日之事太大 你再一意孤行 我只能将你打晕带走 就算你恨我 我也不能看着你身败名裂 甚至为他送命 小心 小车手里有毒针 闭嘴 你哪只眼睛的毛病 看见我用毒针了 我只是想麻烦他 审得他不让我留着 他是我的亲哥哥 我怎么会杀他 哥哥 小车你终于想起来了 当日在白楼山洗舞 你说你不记得父母是谁了 可我记得你胳膊那个桃花胎记 不对 我爹说你是娘亲和别的 唐启宇那个老混蛋 就会胡说八道 不准对爹不记 他逼疯了娘 把他赶出门 娘带着我 引直到一个荒山里 从不见外人 哪里又有别的男人了 我七岁那年 我们好几个高手要杀我们 幸好该帮了招老帮主 经过救下了我 唐启宇只能赶进杀绝的很多心肠 我还不想认他这个癫呢 你 小车 你娘是不是素衣灵苦 是 我娘就是苏慈敬 我知道娘的名声不好 但她从不骗我 她说我是唐轻语的儿子 那就肯定是 做唐轻语的儿子 也没什么稀罕 不过 你娘说是 那你就勉为其难的事了 说得好 一言 我先送天壁回至尊风 然后再去白鲁山找谁一程训 验证血脉 但是我只要哥哥 不要那个当爹的混蛋 不可以 爹就是爹 不能不要 好 只要你别拦着我送天壁 我去认他 树林只能藏一碗 咱们得想个办法 尽快离开 怎么离开 云莱客栈掌柜扎金花 是赤尊风的人 原来那个云莱客栈 饭类时住的天资一号房间 其实呢 就是想见我们的时候 引起混乱 好让他呀 混什么鱼来救你 他们想的很是周全 庙碧天机 何家的二公子何君梦 白天吹了风 现在发热在房中睡了 新婚妻子简轻轻正伺候着 干脆 属下把他们夫妻俩杀掉 少主和苏少帮主 扮成他们的模样 离开怀龙山 端得是天衣无缝 没半分破绽 你说咱们这一走 那胖婆娘会不会 把俩夫妻俩给杀了 做了包子 三个月后 她放不出两个活人 我便把她剁了做包子馅 那最好不过 对了 刚才差点忘了 手上的棺窍 我刀的手跟鞋子的手 简直伸的地方可不一样 请瞧 咱们这一戎 还有破绽吗 你的耳朵真漂亮 你是说耳朵 你干什么 刚才说的耳朵 我才想起来 女人都得大耳环 全倒霉 老子还得在耳朵上 张蓝龙东 算了 沈默国未必就看得出 不行 易容就得出处整命 沈默国何等人物 千年老狐猎 一身贼兮兮的扫尾 在她的面前 半分破绽 都会咱们死个十七八回的 过来 我替你贼 你 你动手吧 和我一起回吃尊风 好不好 为什么 这还用理由吗 怕 让我想想 好了 不疼吗 疼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是妙比天机和家 在下施礼 李少侠不必多礼 范掌门遭魔教毒手 我等李当同仇敌凯 李少侠 不妨细细查看 只是夫君有病在身 还请轻声 打脚和公子休息了 改日在下 定当扇门赔罪 夫人请慢行 李少侠多保重 没想到 李少侠风头震静 竟然舍得退出武林大会 在山脚 将孙子盘插出入 十有八角啊 是那个老狐狸精叫的 眼下 燕当争乱着 他这样做 一来以师门为重 二来 别人已见识过他的武功 再不敢小瞧于他 正是适可而止的好时机 方才坐在李苍鱼身后草棚的那个人 肯定这是老狐狸 沈魔狗可能已经看穿了 怎么可能 他若看出来 为何不当场揭穿 因为那里还属怀龙山 他允诺 只要还在怀龙山 便不对我出手 不管了 阎关道极刑 日落之前 连到三百里外的乌际镇 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再坐大山 唐少侠 这小雀 怎么突然急着回白鹿山 说走就走 也不来打声招呼 我 我也不知道 方才 燕荡山的李苍鱼少侠说 昨晚 小缺跟他一起 拼死追杀赤尊风的魔头 你留下 丁号李苍鱼 三个月后 我们白鹿山见 让程老头 演清楚 咱们是亲兄弟 我再去他们 揪出那个老混蛋 看他 还有没有脸活下去 此行 一路艰险 我不敢说 小缺定会平安 只是给我 他若死了 我也不会活着 可惜啊 却被那魔头逃走 难道 你的少帮 的心灰之下 找回山 在黄学湖 小缺 你要小心 不花风雪 未到尖 你是怎么知道 山沐沟 他知道了 心生警照 两年前 区长区勾结 缩河水盟 设计杀我 也是这般 心生警照 勾结 缩河水盟 所以 你将他们 折磨了三剑三叶 是 这事 倒不是为了思愿 而是为了立威 喊着 不要等下去 放眼江湖 年轻的一代高手中 配给你谢天璧 提鞋的还真不多 能与二位 屏烛夜谈吗 不能 你生夜私房 瓜田里下 不合礼数 而且 我急着要和我家公子 困窖呢 没空见你 何公子已经病成这样 剑姑娘还着急 与他刑房 这也太不体恤 自家夫君了 这 这不 趁着他没死 赶紧留个孩子们 你懂什么呀 沈公主深夜造访 难道是专程来和小缺斗嘴 我是专程来杀你的 然后 带他去七星湖 你要杀便杀 何必诸多废话 好 我不想上你 白鹿山 苏小缺 替谢师兄 临教沈公主高招 你也是咱什么都好 偏不会教徒弟 你跟我走 好好磨练两年 我指点你紧张 走 尽快我带了一块 安宁香 否则那个老狐狸追过来 你就死定了 安宁香只是迷药了 能拖住沈木狗几个时辰 谁多 也就拖到三个时辰吧 可惜 我不会炼制冰胜瘾 不然 就能把他的那笔 一变散了 剁成肉块 当日 在山山要炉的时候 用些心就好了 你别急 带我消息半个时辰 咱们赶紧再跑一阵 到前面镇上买匹马 借着逃命吧 三个时辰 你当年确实该用心些的 哎 你手 放在沈木狗收牙带你回七星湖 还说不想伤你 他一代枭雄 想必说话算数 你不会死 沈木狗会救你 苏小圈 谢谢你帮我 就此别忘了 起 起 起 冰 啊 言語平生 擔見陽花幾重 幾番落雪迷人眼 情深难掩刀缝 江湖旧梦 破碎恩怨几侧 一回真情情不断 沉思静默刀身 在无常寒寒光轮 回眸人间轻盈 假若一道爱恨随之间 此生愿与谁同 戴春心又戴春心 醉流绿桃红中 暂且临近猜猜而聆听 也沉默了岛山 多少繁华辗转尘锋 多少情愁赴了空 默默刺青落笔天真 寂寂寂寂寂寂寂寞 游戏离青落笔天真 惊喜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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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